每一道农历新年 到处人山人海 春节不只是南韩人 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大节日 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亚也一样 步步高升 年快乐 生云片配上七彩蔬菜滋 捞鱼生 用鸣七彩鱼生 是新加坡人过年必吃 越南年夜饭桌则少不了房行纵 台湾人吃年糕 象征步步高升 韩国人则吃年糕汤 而且是新年第一餐 代表出旧不新 不知各国年菜各有特色 初一想过好彩头 台湾人传统上会在凌晨拜神明 中午拜祖先 韩国则选在一早祭祖俗称查理 连食物要怎么摆都有学问 包括遵循早立离世 于东肉稀 偷东尾稀 生东熟稀等种种规定 更特别的是 越南人会买活鲤鱼来供奉造王爷 尤其是親孽的新年 因為他們到了紅綠片 就連雅歲前文化也大不同 台灣人在除夕夜 吃年夜飯時領紅包 但韓國是在初一祭祖後 晚輩向長輩跪拜行李 雅歲錢裝在白新峰內 這習俗還是從朝鮮 王朝宮廷奴婢或各家主子上司而來 越南今年則流行 maal hon 過年期間 越南人買各種年花 起初帶來幸福與好運 如同新加坡人 愛用盆災裝點家裡 熱鬧景象布贖台灣 亞洲慶新年活動一樣多元 習俗卻有些差異 不變的是迎接新年的那份 洋洋喜氣 ��立新聞陳 Eagles報導